讲到记录第七十四篇《活的信心》,讲十,1937年8月7日,讲地,新加坡,读经,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,所以我告诉你们,凡你们祷告祈求的,无论是什么,只要信是得着的,就必得着。 信心与顺服这几天晚上,我们看见基督十字架的死和复活,有四方面的工作,我们看见有血,肉,钉十字架,以及背十字架等四方面,在这四方面中,我们已经看过头两方面,就是基督如何替我们赎罪,并且将旧人钉死,这两方面就是血和钉十字架,都是在基督里的。 底下的两方面,肉和背十字架,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。基督的工作,分为在他里面,和在我们里面两方面。 约翰十五章主说,你们在我里面,我在你们里面。 基督的工作,头两方面就是你们在我里面,底下两方面就是我在你们里面。 血和钉十字架,是我们在基督里锁得着的。 以后所要说的肉和背十字架,乃是基督在你我里面,所要代替我们做的。 我们在基督里,需要我们信。 基督在我们里面,需要我们顺服。 信和顺服,乃是基督徒最紧要的两件事情。 信是信我,已经在基督里了,是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。 他所有的全是我的,他一切的经历我也都经历过了。 活的信心就是信,基督所有的我都有了。 但基督在我们里面,我们不是单用信心,也是用顺服。 我们要顺服他的引导。 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,有时是催促,有时是拦阻。 有的时候我们不动,他叫我们知道该怎样做。 有时,我们凭血气做事,他在里面拦阻,叫我们觉得不应当再做。 主在我们里面,常常有催促和拦阻。 信靠和顺服,就是天天听从他的催促和拦阻。 多少时候,我们觉得里面有一种不是声音的声音,不是感觉的感觉。 你看不见,也听不见,也摸不着,但又想听见,又想感觉,又想看见。 我们有这种东西在里面,叫我们知道硬做的和不硬做的。 多少时候,你的话太多,里面的东西叫你停止。 顺服就是顺服这东西。 所以,顺服不只是顺服圣经,也是顺服里头的引导。 你如果要有得胜的生活,必须知道,何谓信心,何谓顺服。 假如没有活的信心和顺服,道理就只在头脑里,而不在心灵里。 基督徒需用信心的手,接受一切在基督里的,用顺服的手,接受一切基督在我们里面的。 得胜的道路有两条,一是信,一是顺服。 血是信,不是顺服,因为血是在基督里的工作。 一切在基督里的工作,都是用信心得到的,不是用顺服得到的。 旧人被钉死,不是用顺服,是用信。 要用信心,信你在基督里已经死了。 信是得者,就必得着今晚我们就来看何谓活的信心。 你知道何谓活的信心,才能用活的信心去信。 我们怎样才能得着基督里的丰富呢? 信这个字谁都知道,但是好多人的信并不是信,他们的信一点也不发生效力。 圣经告诉我们说,旧人已经死了。 好多人说,我信,但他们的信不发生效力,他们不见得已经死了。 现在让我们来查看圣经到底怎样的信才是信。 我要先提起,好多人的信不过是头脑的赞成,并非心中的相信。 他们头脑赞成这是对的,是有道理的。 弟兄姊妹,千万别把这个当作信心,这只是头脑的信而已。 你听了道理以后,就说,这道理好得很,真有理。 但你知道道理好,未必是信道理。 什么是信呢? 我们来听主的话怎么说? 马可十一章二十四节,凡你们祷告祈求的,无论是什么,只要信是得着的,就必得着。 这是全部圣经里唯一的一处告诉人信是信在哪里。 我们必须明白,这节圣经所说的,才知道什么是信。 全部圣经只有这一节,说到信是怎样的信法。 按厦门画罗马字的译本,译得更详细,译处已经两字。 信是已经得着,就必得着。 什么是信心? 信心就是信我是已经得着了。 不是信我能得,我会得,我将得,我要得。 信心乃是信我已经得着了。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的分别有多大。 我告诉你,人若是信能得着,会得着,将得着,要得着,这样的信心完全是假的。 只有一种信,才是真的信心,活得信心。 只有一种信能得着神的应许,叫神将基督里的丰富赐给我们,就是信我是已经得着的。 今天的难处是,神许多的儿女,以为他们已有了信心,将要得着。 岂知这一种的信,就是信一千万次以上,还是得不着。 神看这种信,并非信心,神不惨。 只有一种的信心,是神所接受的。 马可十一章二十四节的诗字,是一个最紧要的字。 信是得着,就必得着。 假若你盼望要得着,这并非信心。 使人得救的信心,现在我不解释这一节圣经,虽然我觉得有帮助。 我先要给你看一件实在的事,叫你知道怎么信我是得着,然后你必得着。 比方这里有一个罪人,你对他传福音,给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,以及耶稣基督替他成功了救赎的功劳。 谈好了,你要知道他是否已信。 你问他,他就说,他要信,要得着主赦免他的罪,要信靠主到神面前。 你听了之后,觉得有结果了,你非常欢喜,就请他祷告,求神赦免他的罪。 他就祷告说,神啊,求你赦免我的罪,我是罪人,应当沉沦。 感谢你,叫主为我死,为我流血,求你因为主耶稣赦免我的罪,叫我做个得救的人。 你看,这样的祷告怎样,再好也没有了。 一个罪人能够这样祷告,可以及格了,这真是标准的祷告。 然而,事实不是这样。 他跪在那边,你问他的罪,可得赦免魔? 他回答说,我相信神定规要救我,定规要赦免我的罪。 糟了,你给他一药两药的药,你的心就给他药得冷下去了。 他说,我相信,我满心相信,我信神要救我,我信神要赦免我的罪。 你看这个人得救了吗? 谁都知道,他的罪一点都没有得着赦免,他还未得救。 他的信,只信道药,他自以为完全相信,其实一点都没有信。 什么是信呢? 乃是他在祷告之后,回答你说,感谢神,我的罪因主的缘故都赦免了。 感谢神,我已经得救了。 也许他的眼泪跟着掉下来了。 信,不是信要得着,能得着,乃是信以得着了。 不是信罪能赦免,也不是信罪将得赦免,乃是信罪以得赦免了。 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唯一的信心。 什么叫做信心? 信心不是信能得着,信将要得着。 真实的信心就是信已经得着了。 是了,不是要,讲,乃是已经是了。 挺稀奇。 许多人在得救时知道何谓信心,就是信已经得救了,不是将要赦免,将要得救。 但是等到以后,听到第二步的真理时,却把以前的信心又掉了一个头。 在得救时,知道相信已经得救。 但是第二步的真理,确信将要。 朋友,你最少也学过了一个信心的功课。 每一个得救的人,都已经学会了一颗信心的功课,就是信使得着了。 可是,得救了之后,对于基督其他方面的工作,却把信心掉走了。 阴信从罪得释放,现在在告诉你罪得释放的问题。 六年前,在上海有一个人来和我们聚会,他是自立会的董事长,家中很富有。 牧师的薪金十分之九是他出的。 他是自立会的一个要人,不但出了好多的钱,而且也是顶热心的。 他常常到我们那边去查经。 有一天早上,他到我家里来。 我问他有什么事情,只问他一句,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 我叫他有什么事情,尽管告诉我。 他说,你先生,你不认识我,以为我是一个顶热心的人,爱主的人。 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。 我虽然热心,虽然爱主,但是我有一个毛病,就是脾气像火一般。 这一点点事情,我就气得直跳起来,把眼前所有的东西完全摔掉。 以后我觉得基督徒这样真是不好,我就求神赦免。 但是祷告后站起来,看见伙计做错了事,我又气得把所有的东西摔掉了。 我对自己家里的人也是这样。 我是基督徒,但是不成样子。 虽然我知道认罪,但是认完了,脾气又在发了。 我店里有几个伙计,我对他们说,你们做工,主日也要做,但是主日的工,是叫你们去礼拜堂,做礼拜。 可是,因为我每天发脾气,一天至少发一二次,所以叫他们信主,他们都不信。 我对他们传道,他们暗暗地说,他信主做基督徒,一点不比别人好,我们何必信? 我听了,心里很难过,因为他们将来沉沦是因我的缘故。 我就求神赦免,立志以后不再发脾气,但是一点没有效果。 不得了,我的脾气越过越坏,昨晚只吵到隔壁十几家都听见,只因一点小事,我把店里的东西都摔掉,连玻璃也都摔破了。 损失金钱还不要紧,最使我难受的是伙计们的话。 他们说,基督徒怎么是这么凶。 我知道我的罪,我整夜睡不着觉。 我不喜欢这样,怎么又这样? 今天是主日,早上轮到我讲道,我就对自己说,今天要好好的,别再发脾气。 一发,道就讲不成了。 等一下,我的妻子拿了一碗热汤给我,她惊得起那么热,但我却烫得受不了。 我气得把碗向她甩去,于是又大吵了一场,今天的道也讲不成了。 我是基督徒,但是脾气却像鬼,我真是没有办法。 我今天到你这里来,就是因为这件事情。 倪先生,求你想个方法帮助我吧。 无论如何,你要帮助我把这个脾气除去。 她说的时候非常难过,但是我听了一直地笑。 她说,倪先生,你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啊。 一面说,一面哭。 她越哭,我越笑。 她说,倪先生,我真是苦啊。 我说,你苦,我顶快乐。 她说,我真是没办法。 我说,那再好也没有了。 她说,倪先生,别挖苦我,别拿我寻开心了。 我说,我顶欢喜,因为今天这一种病主会医治。 有人自己医,有人请别人医,但是像你这种病,只有主能医。 你要知道,主定归就你。 你觉得你的脾气暴躁,但我看见主比你的脾气更大。 像你这样的脾气,让主医治一下子就好了。 她说,没有这么容易啊。 你没有看见,我发脾气。 假使你看见,你就知道没有这么容易。 我说,在十倍也不要紧,主一下子就医好了。 我请她读罗马八章二节。 我问她,神的话怎么说? 她说,神说,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,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,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 我问她,圣灵在何处释放你脱离罪和死的律? 她说,在基督里。 我问她,你是否在基督里? 她说,我虽然坏,但还是在基督里。 我说,你如果在基督里,圣经说什么呢? 圣经说,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你,使你这个人脱离罪。 脱离什么罪,就是你的脾气。 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你,使你脱离了罪,你为什么不能脱离? 她说,我今天就是盼望神来叫我脱离。 我又问她,这勒子怎么说? 圣经是否对你说,圣灵将要释放你? 不,神是说,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你了。 什么叫做了? 勒子怎么说? 全中国有没有人说,我明天早上要吃饭了? 没有。 只能说,昨天的饭已经吃了。 那是过去已经成功的,过去已经成功的事实。 我说,圣经说,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你,叫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 你的罪脱离了魔? 他说,没有。 我说,你没有脱离,难道神的话是假的魔? 神说,神说,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你。 你却说,没有的这释放。 是神的话靠得住呢? 还是你的话靠得住? 你是否把神当作撒谎的? 他说,他并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撒谎的。 他全部圣经的话都相信,但是他实在没有的这释放。 我手指着他说,神不怕你发脾气,你把你的脾气再发十倍,神都不怕。 你这么多年所犯的罪,都没有今天早上所犯的厉害。 今天早上,你犯了最大的罪,就是不信。 没有一种罪比不信更大。 你有不信的恶心在里面,你要求神将你这不信的恶心除去,叫你能够相信。 然后我对他说,今天早上我还要讲道,要安静一下。 你应当求神赦免你的罪,除去你不信的恶心,你就得着拯救。 我要到楼上去,我把课堂借给你,你在这里求神拯救你,叫你能够相信。 是。半点钟后,我下来见他,问他怎样了。 他说,你先生,什么都好了。 我的一切都得释放了。 我真是释放了,感谢神,他就回去了。 弟兄姊妹,这个人的信心,就是活的信心。 人不能除去的脾气,那天早上他相信,就除去了。 以后差不多两个月,我没有见到他。 一天,在电车上碰见他,问他事情到底如何了。 他说,感谢神,脱离了。 过了六个月,我看见他,又问他怎么样。 他说,感谢神,释放了。 再过两年,我在香港,又碰见他,我还记得他,又问他怎样。 他又说,感谢神,脱离了。 什么叫做谢? 不是信神要做,乃是信神已经做好了。 圣经上的了字,都是信已经是了。 已经就是过去完成的事实,已经就是已经过去了的。 千万不要把已经改做僵要,不要把了字改做要。 你只要感谢神,在基督里他把一切都释放了。 是。 1929年,我在福州,我住的那个地方,离开福州,还有两个钟头的传承。 那时,我们有一位姊妹,患了一种很厉害的眼病,就从我们那边上福州去就医。 医生对他说,他眼睛的病很厉害,假若医好了,还要戴眼镜。 所以,一面替他医,一面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。 一天,在白牙坛他,听见我讲信心的真理,他相信了,就到神的面前去祈求。 对神说,我的眼病很厉害,天天要去福州给大夫医治,就是医好了,也要一生一世戴着眼镜,真是费钱又费事。 他就求神医治他。 祷告之后,他相信神医治他的眼病了,他已经得着了医治,因此心里十分平安喜乐。 但是,他想到,已经和医生约好了,怎么办? 基督徒是不可违约的,自己配好了的眼镜也不能卖给别人。 他就再上福州去。 医生给他要擦,又把眼镜交给他。 他回来的时候,坐在小火轮上,心里想, 我相信神的应许,神已经医好了我的眼睛,这个眼镜和要怎么办呢? 他里头就有一个意思说,把他带回去,看看这几天怎样,万一没有好,这些东西还可用。 但是,又有一个声音对他说,你相信神已经医治你了魔? 他说,信。 纳摩,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? 撒旦又对他说,你做事不应当太急,你已经花了纳摩多钱。 他知道这是撒旦的声音,就赞美神,又把药和眼镜都甩到江里去了。 他的心里十分快乐。 他做见证说,他一生一世没有纳摩快乐过。 一星期后,他的眼睛竟然和常人一样。 一天,他站起来为他的经历做见证。 过几天,我又听到一件事情,一位弟兄的眼睛也得了病,恰好也是去那个姊妹所看的大夫那边请他看病。 大夫给他药,也替他配了一个眼镜。 那天,他听见那个姊妹的见证之后,上福州去。 回来在小火轮上,他自己对自己说,神会医治他,也会医治我。 他信神,我也信。 神没有偏待人,他定规能医治我。 他这样相信,就把大夫给他的药和眼镜也一起甩到江里去了。 回来时,他把这事情告诉陆忠信弟兄,说神定规要医治他。 一天,陆弟兄到我那边,对我说,某人的信心大有长进,有病不医也不治。 我听了直冷笑几声,我说,那个姊妹的眼病定归好。 但是他,我敢担保,一定不会好。 陆弟兄说,那有这回事。 我说,你还是带他去看医生吧。 陆弟兄说,你这个人说话真是太厉害。 我说,因为他没有信心。 他说,人家把二十几块钱的东西都甩掉,医生也不看,药也不用了,不是信心是什么。 陆弟兄走了,过了四个礼拜,那位弟兄的眼病果然没有好,而且越来越厉害。 他来找我,问我,神医治那个姊妹,怎么不医治他。 我说,你把你的东西摔得太早了,因为你没有信心。 他说,我相信神定归能医治我。 他又说,神要他去古田传福音,回来时神定归叫他得医治。 我说,回来时好了,请你来看我。 但是他回来时并没有好。 我告诉你,1929年到今天,1937年,他戴了一副很重的眼镜,还得找医生去。 什么缘故? 因为他没有信心。 对神的话,有活的信心,活的信心,不是信神定归医治我,是信神已经医好了我。 不是信神要听我的祈求,是信神已经听了我的祈求。 什么时候,你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祈求,你就已经得着了。 他从头一天,就相信神定归要医治他,但这没有用。 圣经上只有一种的信心,信是得着的,就必得着,不是要得。 凡是信会得,将得,能得的,都没有用。 朋友们,将,要,能,会四个字,是最坏的字。 活的信心,用不着这四个字。 信心的字,只有是,已经此外没有别的。 所以,对于在基督里的事,以前你怎样一信就得救,现在照样一信就得上。 一切在基督里的丰富,圣灵的浇灌,圣灵的能力,病的医治,一切从上头来的祝福,你都能得着。 什么时候,你逮着神的一句话,你抓住神这句话,信这话是你的,这话就是你的了。 没有神的话的信是假信,没有用处,不生效力。 必须有神的话才能信。 罗马书八章二节,六章六节,这些都是神的话。 你抓住神的话,相信神的话,就已经得着了。 主耶稣说,无论求什么,这话包括有多大,一切都在里面。 只要信是得着,就必得着。 一切神的应许,丰富的应许,成功的事实,只要信是得着,就是得着了。 盼望神给你亮光,叫你知道什么是活的信心,什么叫做信。 不是假的信,是活活的相信。 有了这样的信,你就觉得你身上最难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。 这是头一个功课,你应当学习,并且一生一世应用不尽。 愿神祝福我们。 对吧! 对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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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